在大澳長大的九十號Coco是一位大學生 一般遊客來大澳好少會踩單車 但他說踩單車才可以用最短的時間遊覽大澳 在巴士站出發經過大沖橋和街市街 走大約十分鐘轉入吉慶街 就聞到蛋香了 是一間三十年的餅店賣即炸沙翁 十年前了 一年前四元就馬上炸了 有兩個爐 因為以前只有一個爐 有水準了 十幾年一樣了 熱辣辣 外面有些砂糖 有脆 好吃 你看他正在做 老闆負責初麵團 而老闆娘就在門外即炸即賣 麵團炸十分鐘就變成金黃色 吸引了不少人在門外等候 沙翁對面是大澳名店炭燒雞蛋仔 由車仔檔做起 入店後仍然堅持炭老風味 用田路 有時年輕的人未見過 真的讓他們認識一下 新鮮做好的炭燒雞蛋仔 不同外面用機做的 軟一點 但是有脆的 離開吉慶街 沿石仔步街 踩去舊警署 會經過古廟和蝦醬廠 途中還可以買茶果吃 懂得就要走到這裏 不懂得就不要 茶果只有三款 盛在餡多 外皮煙韌 材叔的茶果都是限量供應 每天天亮之前就已經蒸好 賣到中午就孤清 如果想吃就真的要碰一下運氣了 可以吃齋 好像可以吃齋 那我們就走這邊去舊餐館 沿著海邊一直踩 就會見到不少的排屋 最後一站來到舊警署 現在已經活化成大澳文物酒店 對出就是海邊 天氣好的時候還可以看日落 全程大約一個多鐘 中途會穿過窄路和斜路 要小心留意行人和其他單車經過 不過路程都算輕鬆簡單 適合平時小運動的人